容易跌倒是因為論盡還是因為沒有看路呢? 其實跌倒也可能跟平衡力和行動姿勢有關 今天我們很開心請到注冊物理治療師陳啟泰 Raymond跟我們說說 Raymond 你好 你好 首先想問一下為什麼有些人會比較容易跌倒 其實會不會跟行動姿勢或者平衡力是有關係呢? 是 容易跌倒你剛才所說的兩個原因 當然都是一個大原因來的 無論是我們臨床上所見到 又或者是真的大數據來講 平衡力和姿勢有關 這兩方面都是有關係的 平衡力來講 其實我們是講一個人對那個重心轉移的變化的一個感覺 至於所謂的姿勢不好容易跌倒 你可以想作一個就是 譬如舉例有一個伯伯 譬如他已經是駝背的 那重心就在前面 他很難去修正自己 很容易就是因為重心在前面向前蹤 又或者有些小朋友 你見到他可能是有一些發育時的腳形的問題 大家可能都聽過那些外八字 內八字 外八字就未必那麼容易跌倒 但內八字就是兩個腳掌向中間跌 走路會出現什麼情況? 可能會自己踢自己 有一種的腳形就是X形腳 也膝蓋很容易碰撞到自己 便容易跌倒 這些都跟姿勢或者所謂的骨格的形態有關的 那除了走路姿勢或者那個平衡力之外 會不會有其他原因? 譬如說可能老人家他肌肉量不夠 其實能夠修正回來 即跌與不跌之間能夠直到個人 其實本身就跟其他 例如肌肉的力量 肌肉的表現包括肌肉的力量 肌肉的耐力是有關的 所以廣而來講的平衡能力 其實包含了力量在裏面 所以如果肌力不足 肌肉的耐力不好的話 都會容易跌倒 尤其是大腿四頭肌 或者寬關節的一些外展肌等等 在我們一些臨床的研究 都反映肌肉力量是一個原因之外 關節的幅度也是一個很大的原因 你可以想像其實 或者我們現在站在這裡 想人就快要移動了 其實你以一些關節的移動的幅度 夠靈活才可以令人 不像一枝樹幹般跌下去 你可以想像那個人 是整個人很僵直的 好像一棵樹幹一樣 被人推他便會跌 還有感觀上的能力 尤其是視覺 視覺是證實跟我們跌倒有關係的 當我們的視覺受損 網頁不是太清楚 亦都會增加了跌倒的風險 那有沒有說其實 就是女士或者長者 其實那個族群 他們跌倒的機會會比較大 所以為什麼長者多女士多呢 第一 長者多比較常明白 因為我隨著年齡增長 剛才所說的幾種能力 幾個系統的健康程度和表現都會順悉 所以會增加跌倒風險 至於女士在不同的年齡層 都似乎比男士會多一些 因為女士平均肌力量都會弱一些 尤其是上了年紀之後 那個肌肉力量會下降得比較快 這個便會間接增加了跌倒風險 亦都我們知道一些痛症 或者關節的問題都會增加跌倒的風險 例如關節炎 例如雷鋒濕症關節炎 這些會令到一些關節不太健康 亦都會產生痛楚 增加跌倒的風險 還有關於跌倒風險增加 除了是女士和長者風險比較高 或者是肥胖 BMI高的25之外 這個牽涉到我們可以預計得到 一個人是有機會增加跌倒風險 就是如果他過去12個月之內 都有曾經跌倒過 跌倒過 我可以改善到我的平衡力 或者肌力的訓練 平衡力的訓練 其實就是要為那個人 製造一個難以平衡的場景 就是平衡力的訓練 簡單來說就是令他難以平衡 要他不斷去克服 所以最基本的平衡力訓練 就是單腳踢 有些人單腳踢其實已經是一個 就是有難度 單腳踢的時候可能就已經容易跌 我們的做法就會在 單腳手交叉在胸口 盡量要想著腳和地面的關係 盡量去感應腳腕的變化 然後用自己的意念去控制住 令到腳腕不要那麼容易實平衡 這就是平衡力的其中訓練 如果單腳踢是難的話 我們就會鼓勵他做一個 我們叫做前後腳尖踢 後面的腳在腳尖是碰著佔的 即是腳踢 這樣踢其實難度已經不低 對於尤其是一些年長的朋友來說 這樣他要站在這裡 同樣的邏輯 就是站立的時候盡量維持身體不要跌 目的只有一個 盡量令到自己不要跌 但是他要多點connect 和自己的腳的感覺 來連結起來 讓他感覺到腳的變化了 他的身體要盡量減少妖況 盡可能令到自己不跌 但是跌的時候 最重要是周圍有一些安全的東西 例如燈 他可以立刻扶一扶 然後馬上再做 盡量去延長自己不跌的時間 和盡量保持站立的時候 身體是穩定的 這就是我們訓練患者的方法 或者沒有患者 任何人想增加平衡力 這也是一個很好的訓練 當然了 難度可以增加年輕的人 可以再加少難度的單腳站之後 加上閉上眼 閉上眼 盡量集中 令到自己感受一下周圍的變化 令到自己不要跌 一跌的時候 才抹大隻眼 然後扶穩之後再重複來做 以上這樣的訓練 其實是需要做的時間 就是 總合 扣除了休息的時間 總合加起來 每天要有10分鐘 兩隻腳都要做 加起來有10分鐘的時間 天天這樣進行 平衡力就會提升 容易跌倒的人 都可以跟著剛才Raymond提過的方法 去訓練自己的平衡力 就可以減少跌倒的次數了 今天我們去到這裡 拜拜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呀